谁开了小松鼠的凉擦 太棒了 小小鲁班 太棒了 还是我吼吼最棒 看你们做的好事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说这件事 那是什么 我说的是豆豆的事情 豆豆怎么了 你们为什么又偷偷拿走他的针子 这又有了 你别怨我好人 我们可没拿豆豆的针子 豆豆说了 只有小鲁班会开锁 你是说是我拿了你们的针子 豆豆你误会了 我们真的没有拿豆豆的针子 你们去和豆豆说 他正在哭 豆豆 你的针子不见了吗 针子都被你们拿走了 还问什么 别怨我好人 凭什么说我们拿了你的针子 只有你们才会开锁 别人都不会 你 我们真的没拿你的针子 替你相信我们 怎么证明你们没拿 这 让我想一想 这要抓住那个偷针子的家伙 就什么都清楚了 去哪找 什么都没发现 就是啊 有了 先别过来 这里有一些脚印 有点像是土拨鼠 像是土拨鼠的 什么 土拨鼠 你想起什么了吗 几天前 土拨鼠曾经找过我 不是 是我 你躺什么的 针子 怎么了 我最喜欢吃针子了 给我尝一点行吧 不行 这是我郭东的粮食 我就把土拨鼠找来 问问是不是他干的 等等 也不一定是土拨鼠干的 那怎么办 这里还有几个不一样的脚印 像是谁的 脚印不太清楚 看不出来 让我来看看 这个人好像去乐学乐园了 能去乐学乐园 你们就是从乐学乐园来的 反正不是我 也不是我 肯定和你们有关系 你 豆豆 你不能随便怀疑别人 放心 我们一定帮你找到拿针子的那个人 豆豆 我给你换一把更复杂的锁 咱俩单独说 有这么神秘吗 会开了吗 这回谁也没看见 你放心了吧 谢谢 再见 小小鹿班给小叔叔换了新索啊 针子还会不会丢呢 明天见